好运式土地公文化馆从今日起到9月4号 推出土地公由台湾绘本特展 搜集全台各地仅800本绘本 介绍台湾各地的人文历史跟生态 同时还设计互动专区 让大小朋友透过缤纷色彩的图画书了解台湾这块土地 那我们搜集绘本的部分呢 就是有跟台湾各个县市的县政府 还有我们自己也有采买一些 就是跟台湾有关的绘本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些绘本 认识台湾更多的风俗文化 那我们这一边有设置一个互动区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上面的图案都是我们台湾特有种的剪印 你只要把线卡掀开 就可以看见特有种的宣明 以及它是归类在哪一棵 另外他们还在展区内打造了台湾岛造型的展台 精准对应国内各大山峰与河川 还可以认识台湾原生种的动植物和图像 那我们这个区域的主要展览呢 是希望小朋友们他们可以了解台湾的各个地理环境 还有文化特色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展区呢 就是会把台湾放到一个书柜的上面 然后呢上面会有挂一个布幕 那个布幕呢就是有详细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从东半部或者是西半部 看过来的一些山脉 除了精彩的绘本展区 六楼还展出两位绘本作家的彩色手稿 包含台湾的国家公园 生态环境跟人文风情 还特别将作家的工作环境模拟呈现出来 那这两位插画家呢 都是有创作跟台湾非常多相关的绘本 像是徐真乔老师的话呢 他就是有画很多台湾的一些动物 像他的漆地等等 然后陈又林老师的话呢 他就是画了台湾的地图绘本 那这一些绘本的话呢 就是有介绍到各个景点的一些特色 以及特产任文风情这些 还有我们也有把老师平常画画的一些工具摆设出来 希望藉由这样子一个展示 可以让民众更认识台湾的生态环境 以及文化历史背景 此外为了增加小朋友的探索乐趣 这次也特别把DM做成寻宝图 只要完成集章跟内文填写 就可以免费转单一次拿小礼物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地图 到各个展区各个地方盖章 然后印象的话总共有四个 并且呢要写上地图上面有一个空白处 要写上台湾的特有种的名字 那这些特有种的名字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找到哟 那接着写完就可以到六楼找我们的志工 去兑换一个扭蛋的硬币 可以转我们的扭蛋拿到贴纸这样 土地公由台湾绘本特展展期到9月4号 除了静态展区之外还规划绘图区 让小朋友可以现场彩绘着色 墙面也可以用画笔尽情挥洒创意 让展览增添同趣跟乐趣 记者来为一头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